大家好呀,我是英语贾老师 再忙啊,也要经常的给孩子说下面的这四句话 第一句,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? 这句话就是告诉孩子,我一直站在你的身后给你提供帮助 给他满满的安全感 第二句,这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经常问孩子是怎么想的,能够让孩子感到被尊重,有自主性 而且还会让孩子主动的去思考,提升他的创造力 第三句,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啊? 经常问孩子有什么开心的事发生,会让他变得更积极,更乐观 如果有开心的事情跟你说,就多和孩子聊一聊 和他一起去分享他的这份喜悦 如果他没有,他也会努力去想今天有没有开心的事发生 久而久之,孩子会越来越乐观 最后一句,我们一起制定一个规则 这句话最重要了 记住了,给贾老师一颗小星星吧